不应暖 菜更香 诗书滋味长 四月天 娄霍的春风 吹来一阵书香 我发现自己 闯入了书的奇妙世界 浩如烟海 灿若繁星 我惊叹于中华文化之美 汲取着其中的智慧与力量 我看到壮阔的山河美景 飞流直下三千尺 于是银河落九天 我看到追求影响的执着 力漫漫齐修勇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我看到科技的高速发展 人类在浩渺宇宙不断探索 一本本书在人们手中流转 一二四四四 从古至今远远流长 将文明传送了一代又一代 你问问我 为什么要读书 我想 书里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世界读书日 和我一起爱读书 情绪 应该是今一代 唯有逢流 我们 itself就有 感 NHC 独特别 nim